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华阳国志稍微提到了一点 但是吴义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除了吴义去投降刘备以外 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会受到刘备的重视 把整编部队的重任交给他 显然这个人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但是吴义虽然他的妹妹嫁给了刘备 他算是不救也 然而我们仔细去看吴义在做的很多事 我们就可以恍然大悟 为什么三国志不为他力转 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暗黑之事 所谓暗黑之事就是有些事情是不方便对外民眼 你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很多东西 你看在出版业发达时代 其实写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所谓的历史人物 然后当出版业不发达时代 都是谈的是赚钱的书籍或者心灵力士方面的书籍 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少情志单位的人写书 就是从事情报单位或者是国家特殊任务的人 他们都很少写书 况且他们写书如美国CIA或者FBI的这些人 他们如果真要写书 为什么要经过审核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的书籍是很多国家在做一些暗黑业务 那这种暗黑业务就是摆不上台面 但是在台面下他的影响力很大 那无疑就是这一号人物 那他本身出身东周集团 他算是东周集团的第一代 因为他是跟刘焉 跟刘焉他们一道进入巴蜀 那他的妹妹又嫁给了刘焉的儿子刘茂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神秘的国旧 他对蜀汉的政局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上面几集我们都讲过 那这一集我们就来看 无疑与未言的配合 各位知道 无疑担任了护军 他担任了讨逆将军 他部队完成整编以后 奇怪的是他没有随着刘焉去东征 而是刘焉东征失败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句很有趣的 就是说无疑他接了张飞的朗中都督 他朗中都督完了以后做了谁的副手 做了魏妍的副手 做了魏妍的副手 那从这里大家看没有什么吧 都是一般将领 各位要知道刘焉兵败以后 整个蜀汉只有两个人他有部队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赵云陈道的白二上兵 一个就是魏妍的部队 就是刘焉打汉中 把两三万人放在汉中 由魏妍同领 东征失败以后 整个蜀汉只有这两个人 还有两支部队 一个是赵云 一个是魏妍 那赵云呢 到了最后他跟谁 他跟诸葛亮一起回到了成都 可是赵云把谁留下来 赵云是把陈道留下来担任李延的副手 而诸葛亮主政以后 各位去看李延的副手就是陈道 陈道到了最后是永安都督 而把李延迁到江州 那换句话说 陈道的目的除了做副手以外 他还有一个重任叫做监军 那至于魏妍 各位仔细去看 他的副手就是无一 可是比政治之力上面你来讲的话 比政治之力上面来说的话 无异的政治之力高过了魏妍 陈道他的政治之力也超过了李延 各位去看 这一种安排叫做特殊性安排 所谓特殊性安排 对于他的主官不放心 那副主官就要安排自己的人 陈道他担任了监军的业务 吴毅做了魏妍的副手 也是担任监军的业务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吴毅他为什么他要配合魏妍 况且这两位无论是陈道也好 无论是吴毅也好 陈道跟吴毅 这两个人的政治之力 都比他的主官要来得强 却趋居于副手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刘备死后整个蜀汉 真正领兵的大臣 就剩下这两位 况且这两位 我们可以说都叫前线司令官 叫做一线 第一线的占地指挥官 所以我们来看 吴毅怎么跟魏妍配合 魏妍各位知道 他在汉宗用重围之法 我曾经讲过 少兵在前 多兵在后 重兵激动 他就是沿用了我们讲的 叫做碉堡战术 换句话说 他的监视上射了很多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他们的兵力就向汉宗 及其外围集中 然后后面都属于重兵 那从这个地方 为什么吴毅 到了魏妍死了以后 可以接所谓的汉宗太守 他是车记将军 兼领汉宗太守 那魏妍是正北将军 兼领汉守 汉宗太守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吴毅对于汉宗的防务 比蜀汉的一些将领 都要来得清楚 他跟魏妍的配合 事实上也配合得非常的好 他不是以国舅之尊 而是以副手之尊 配合了魏妍 他配合魏妍做了哪些事 他参与了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 就是北方三郡 南安北定天水 他们一一就是叛军应亮 就是说他们对于这块领土 他们全部都叛变了 叛变来响应诸葛亮 但是诸葛亮那个时候 没有想到魏军会投降的那么快 所以他很多地方他要去接收 他很多地方他要去接收 那当然会引起了朝魏的注意 在引起朝魏注意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了 就发生了著名的接亭之战 其实在接亭之战的之前 吴毅也好魏妍也好 都在诸葛亮身边 他们都在添水 那换句话说 众将认为说能够去抵挡 张和骑兵的大概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 吴毅 一个就是魏爷 就是说蜀汉里面只有两位将军 这两位将军能够抵挡朝魏的重兵 那诸葛亮不听说这两位是另有任务 所以他派了一个马术去守接亭 一旦守了接亭以后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一守接亭以后 那马术为什么诸葛亮非杀他不可 原因非常简单 违量节度 就是违反了诸葛亮的调度 然后其次是更重要的是说 除了违反诸葛亮的调度以外 他临阵逃亡不顾士兵的死活 所以导致了接亭之败 导致接亭之败以后 就挥泪斩马术 挥泪斩马术的过程当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真正帮马术讲话的 反而都是其他人 吴毅跟谁 跟魏延有没有讲过一句话 一句话都没讲 如果当时候他们两个 愿意帮马术讲话的话 比后来讲完的讲话还有力量 为什么 各位去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一个是领丞相司马 那换句话说领丞相司马 还有一个领丞相府参军 司马 所谓的司马叫别布司马 那别布司马 他主要的可以自领一支兵上阵杀敌的 就是换句话说 诸葛亮 诸葛亮的第一军区司令 或者是反共军司令 是谁 是魏延 那诸葛亮的 陈相府里面的参军 就是参谋长 各位想想看是谁 是吴义 就是说一个是第一线的指挥官 一个是陈相府的参谋长 那讲完只不过当时候是刘府长使 第一位不比 谁 第一位不比魏延跟吴义 可是吴义跟魏延两个 没讲一句话 都帮马术讲个一句话 这里面就透露出了一个玄机了 就是换句话说 诸葛亮可以自贬三级 而赵云他也被贬为正北 他也是自将三级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 诸葛亮那个时候叫马术首接亭的时候 事实上是违反了众将的义士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后果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他第一次北伐 还有第二次 就是第一次北伐的接亭 接亭的失误 从诸葛亮接亭失误以后 我们看他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二次是陈昌之战 陈昌之战 好 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诸葛亮退兵的时候 吴义还是汉中 为魏延的副首 魏延他还是汉中太守 那诸葛亮他退兵 他一定返回了成都 准备整军再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他在第一次 他是配合了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是没有想到发生了这些事 然后我们再来看 诸葛亮测兵与汉中 诸葛亮测兵 他把西城的一千多户的人 全部都返到了汉中 也返到了汉中到成都一带 就是一千多家 一千多家大概是四口的话 大概是他掳掠了四千多人 把这些人力 全部放在了汉中跟成都之间 那放在汉中跟成都之间 这个时候魏延他还是继续担任 他的汉中太守职务 那其中吴义还是担任他的副首 但是吴义那个时候有一个职务 就是说这个职务 就是说整个的汉中的粮食粮草等等那些 全部都交给吴义处理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件事情 吴义不但可以上阵杀敌 那他也是一位搞生产力的降临 那这种生产力跟所谓的后勤业务不一样 你后勤业务的话 就是说输送物资等等 可是搞生产力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在前线 引经要准备囤积粮草 配合诸葛亮的出兵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吴义的一些简历 我们吴义可以看得出来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事情 他在汉中的时候跟魏延配合得很好 第二个他在担任陈相府参军 就是诸葛亮参谋长的时候 他也为诸葛亮尽心尽力 所以有人讲他是以弱自强 所谓以弱自强 因为诸葛亮也好 或者魏延也好 他们都是一个不善相处的人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想想看 他为什么可以以弱自强 就是说他以弱自强是一个形容词 他可以用弱的方式去配合所谓强势降临的一些作为 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神秘的国旧 你国旧两个字大概是无意不敢当 但是他的性格里面一定有他的阴柔的一面 否则他不会跟这两位很有性格的一个是诸葛亮 一个魏延 他们会相处的那么好 而且他还受到魏延的信任 也受到了诸葛亮的信任 那诸葛亮跟魏延是一向不合 但是无意夹在中间 可以得到这两个人的信任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中间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历史上有一些很难解释的 叫做暗黑的问题